杨秀卿 在太平天国时期 无论是清廷还是太平天国内部 润及精明 杨秀卿无疑独占凹头 他具备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惊人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 二是善于借力 谈及杨秀卿 不得不提他的天赋下凡之举 这一招数的成功 并非依赖于武兹的优美 而是对信息的精准掌握 他能够说出令人惊叹的惊人之语 使得众人身心不疑 例如 在周西能事件中 他仅凭情报便洞悉了 周西能的叛变计划 并通过天赋下凡的方式 揭露了真相 令周西能当场惊恶 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 杨秀卿所掌握的情报系统的强大和精准 此外 杨秀卿还擅长借力打力 他巧妙地利用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威望 逐步排挤了冯云山 并压制了洪秀全的嫡系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 他看似并未付出太多努力 却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 正是这样一位精明之人 在天津事变中 却未能逃脱厄运 这其中的原因 或许复杂而多样 但无论如何 杨秀卿的逝去 都成为了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他的精明才智和卓越能力 原本刻意为太平天国带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却最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压制洪秀全嫡系的行为 都是萧朝贵 借天凶下凡之名所为 而当时 杨秀卿似乎也被萧朝贵所压制 然而 当萧朝贵完成其任务后 杨秀卿果断地站出来 迅速压制了萧朝贵 杨秀卿的精明之处 在于他既拥有全面的情报网络来掌控局势 又擅长运用微妙的手段来操纵行事 在天津事变之前 杨秀卿又有一系列的操作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当时 太平军出入天津 朱王皆在天津 共同统领全聚 北伐和西征的任务 则交由其他将领负责 然而 由于赖汉英等人指挥不力 杨秀卿不得不派石打开出征 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杨秀卿坐镇天津处理全局 韦常辉负责天津防务 并协助杨秀卿 而石打开则主持席征 为了防止朱王 长期统帅固定的兵马 形成固定的势力范围 杨秀卿还频繁地进行人事调整 例如 主持西征的石打开 常被调回天津主持防务 而秦日刚也曾代替石打开 主持西征 在太平军打破江北 江南大营后 天津之围得解 杨秀卿决心进一步巩固 和强化自己的地位 在逼风万岁之前 杨秀卿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 他命令石打开 前往湖北主持军事 韦昌辉到江西主持军事 秦日刚主持东征 这样的安排 使得局势对杨秀卿更为有利 一方面 天津城内完全由杨秀卿主持 此前虽然杨秀卿总领全局 但天津城内的防务 或由韦昌辉 或由石打开主持 如今天津之位已解 杨秀卿虽让朱王全部出京 使得天津城内在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人物可以威胁到他 另一方面 杨秀卿的人事安排也有效地防止了朱王形成地方山头 例如 韦昌辉在江西所节制的部队主要是石打开系的部下 这样的安排使得朱王之间难以形成固定的势力范围 其所节制的主要是韦郡等韦昌辉系的部下 而秦日刚在东县他所节制的部队则主要由袁天津驻军构成 这些部队也大多并非秦日刚的嫡系 因此 在外地的朱王 难以对其所统帅的部队进行如一的调动 更无法率领其部队来威胁杨秀卿 经过这一番操作 杨秀卿不仅加强了对天津的控制 还使得在外地的朱王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杨秀卿确实是个精明的家伙 然而 如此精明的他 为何还是迅速被铲除呢 原因在于 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 防不胜防 尽管杨秀卿精明过人 使得没有任何一王 能够对他构成威胁 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一种情况 那就是 如果朱王联合起来对付他呢 那将如何应对 事实上 杨秀卿所面临的 正是这样一个局面 此前 他得罪了所有实力派人物 尤其是木马人事件 在此之前 杨秀卿主要针对的 是帝尾与其相近的 韦昌辉 他逼迫韦昌辉 杀害了自己的哥哥 还曾对韦昌辉 处以数百丈的惩罚 然而 对于石打开等人 杨秀卿尚未采取行动 当时 替秦日纲木马的人 因为向杨秀卿的同庚书 起立致敬 而触怒了东王 杨秀卿打怒 将此人交给黄玉坤处罚 石打开的岳父 命其用板子责打 但黄玉坤认为 木马人的罪行 只需用鞭子抽几下即可 无需重罚 于是好言相劝 然而 杨秀卿听闻后 更加愤怒 甚至要将黄玉坤也致罪 黄玉坤一气之下 辞去了职务 秦日纲和陈成龙也认为 杨秀卿的做法过分 也以辞职来威胁 杨秀卿火冒三丈 将他们交给韦昌辉处理 下令对黄玉坤 丈则三百 陈成龙丈则二百 秦日纲丈则一百 而木马人则被五马分尸 这一事件 使得石打开 秦日纲 陈成龙 这三位大人物 都被杨秀卿得罪 加上之前已被杨秀卿丈则的 洪秀全和秦日纲 此十天京城内的所有大人物 都对杨秀卿心怀不满 因此 杨秀卿虽然精明 但终究防不胜防 最终遭到了 群起而攻之的命运 关于最后的朱阳行动 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使洪秀全在被迫封万岁后 秘密下诏 命在外领兵的韦昌辉 石打开 秦日纲 入京朱沙 杨秀卿 按照这一说法 所有实力派都参与了朱阳行动 然而 由于石打开远在湖北 距离天津较远 他尚未返回天津 韦昌辉和秦日纲 便已经完成了行动 另一种说法则是 石打开本人 并未参与朱阳行动 但不论哪种说法 韦昌辉和秦日纲 与洪秀全 结成朱沙 杨秀卿的同盟 是确凿无疑的 至于石打开 尽管其立场存在争议 但至少他保持了中立 并未站在杨秀卿一边 杨秀卿聪明地将朱王 与其部队打乱 然而 朱王却结成了朱沙 他的同盟 这使得他防不胜防 更为严重的是 杨秀卿忽略了 一个看似并无多少军权的人 陈成龙 陈成龙 早期将领 虽十字不多 但颇具谋略 入天经后 他一直在朝中围官 官至左天后 魅官之首 但并不常领兵 因此 杨秀卿可能认为 他并无太大威胁 然而 陈成龙却在朱扬行动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首先 他地位崇高 左天后 陈成龙的地位 仅次于洪秀卿 杨秀卿 伟昌辉 石打开 秦日刚 在胡义皇死后 其地位更是排到了第六 在天经的城防系统中 他是除诸王外 唯一可以发放出入凭证的人 其次 他是信息中心 杨秀卿总理国务 而陈成龙 则负责 为其上传下达 这一角色 使得他有机会 在短时间内 使杨秀卿 致忙 致雅 尽管杨秀卿 有着强大的情报系统 但陈成龙 这个关键节点 却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他失去对信息的掌控 在朱扬行动中 韦昌辉虽然统领的 适时打开的部队 但他身边 仍有三千亲兵 尽管 韦昌辉在江西的战绩 并不理想 但这并不影响 他在朱扬行动中的 关键作用 大约也是心思 早已放在天津了 永儿节的秦日刚 也有亲兵 且距离天津极近 然而 仅凭这些 他们别说杀杨秀卿 连天京城都进不去 因此 要入城朱扬 关键需满足两点基础 首先 韦昌辉的信息基础 至关重要 尽管韦昌辉被调往江西 但他曾长期负责天津城防 有条件通过内外联络 了解天津城内外的兵力布局 并规划线路 天津城北王府的塔楼 可以俯瞰外界 为韦昌辉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点 其次 接应兵力不可或缺 尽管杨秀卿掌控天津 但城内仍有大批反感他的人 如许宗阳和石振级 这二人原是北伐军 援军的将领 因半路率军返回 而受杨秀卿处分 心怀不满 特别是石振级 他率领两万军队在天津 是洪秀卿的支持者 也是韦昌辉的得力干将 显然 石振级和许宗阳 都可以作为内应 此外 陈成荣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他负责发放出入凭证 并为杨秀卿上传下达 陈成荣若能将上传下达 便为气上满下 便可在短期内 使韦昌辉等人的军队 以正常身份出入 满过杨秀卿的情报系统 顺利进入天津 关于接下来的朱扬行动 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韦昌辉 秦日刚 进入天津后 立即扑向东王府 直接杀害了杨秀卿 另一种说法 则是他们入京后 先找到洪秀卿 企图以洪的名义 召杨秀卿前来 杨秀卿为应召 韦昌辉等人才率兵攻杀杨秀卿 虽然两种说法的来源 都叫权威 但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因为若洪秀卿 能直接召来杨秀卿兵动手 他早就行动了 何必等韦昌辉等人 而且 若引起杨秀卿警觉 并发兵反击 仅凭韦昌辉的三千人 恐怕难以应对 因此 韦昌辉 秦日刚 在陈成龙的接应下 直接扑向东王府的行动 似乎更为合理 秘密潜入天津 随后直扑东王府 将杨秀卿置于死地 杨秀卿 无疑是个精明之人 然而 他飞扬跋扈的性格 最终害了自己 无论是逼风万岁 还是争权夺利 他所针对的竞争对手 始终是天王 尽管天王身为领袖 却并无出众的才情与魅力 后来的韦昌辉 石打开等人 也并非对天王忠心耿耿 因此 如果东王不那么嚣张跋扈 人们或许不会选择 站在天王一方 东王得罪北王 义王 燕王等人 并非因为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 而往往只是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因这些琐事 而大发雷霆 结果得罪了所有人 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的队里面 如此看来 尽管东王精明能干 却终究防不胜防 杨秀卿 一个精明能干之人 有谋略 有本事 然而 他缺乏帝王应有的气度 却偏偏要争夺帝王之位 最终落得身子名裂的下场 这又有何足为怪呢 我来说 你怎么做的事 但是你会有什么意思呢